启发我们内心的佛性 内心的本性 内心的智慧 今年8月开始 参与37道品读书会 马六甲慈济志工 英文法学会转信念 这五堂课来了过后 我会有感觉我的改变 要不然一路来我 来慈济都是很多烦恼的 我觉得之前我几十年的人生 都好像虚度了 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些无名的烦恼中 我希望真的让我更成长 听闻佛法不要担心有障碍 就连英文主的志工 也同步把握进修的机会 我们人也是很忽悦 就好像我们很容易 所以在上课听 记得等一下一走出去 那个视频就改变 去另外一个角度 每次有这样上课 导读 是 always give us a reminder 将人生道理 契合佛法真理 职贡方向一致 刺激法脉 紧紧相细 带新闻 吕佳佳 杨作超 郭亭章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